办公室僵尸起义 你没有听错 这部电影讲的是 办公室里的牛马社畜 要向公司领导发起反击了 但前提是变成僵尸 这也是实话 除非变成僵尸 否则尔等社畜 根本不敢起义 影片一开上 是咱们的男主永强 又又一次上班迟到了 为了不被上司皮革发现 他巧妙的借助一个小走位 顺利的来到了工位上 一天的摸鱼生活就这样开始 这时同事们纷纷议论起了 公司要踩软的事 已经顺利度过中年危机 步入老年危机的秃丧 非常的丧气 自己平时在公司里没什么作用 估计裁员一定会裁到自己头上 这可怎么办哦 车贷和房贷都还完了 媳妇的裁礼钱也是全款 嘿嘿我没事 主要是替你们这些小年轻发愁 印度裔的小哥非常紧张 他听说别的公司开人 都会给遣散费 但咱们公司只给文化删儿 希望到时候能多零几件 我家人多 看来这次裁员风波 已经闹得人心惶惶 所有人都担心 自己会是被裁掉的那个 只有咱们的主角永强 依然犯特希 反正他早就想好了 爹死娘嫁淫 人死鸟巢天 反正到哪个公司他都能混 夜转眼来到下午四点 公司照例开始了激励大会 看着总裁拿哥 在讲台上得搏的满嘴白沫子 永强觉得自己还是偷溜吧 拿哥讲出花来 也不给涨一百块钱工资 总激励几毛啊 在离开会议大厅时 看到几个工作人员 正在搬运一种黑色饮料 他也没当回事 直接就离开了 俗话说人与类聚物以群奋 与永强一起合足的几个好室友 全都可以称他上市职场败类 除了工作不认真 干别的都很认真 这不一言不合就玩上cosplay了 当然永强也没忍住 夹住了对方 转眼间来到了第二天早上 眼前的是熬夜赶出来的策划方案 永强瞅得满脑蛙子头发 自己昨天晚上写了这么多吗 写的都是啥呀 已经来不及戏看了 赶紧开车来到了公司门口 结果和昨天一样 还是忘带了棍牌和卡扣 但这次门口的大爷不在 经过安检时 保安又在睡觉 至于同事们横其竖八 齐烈八半的尸体 他也全都忽视掉了 现实中的佛系打工人 就应该是这样 咱就是来打工的 别管闲事 什么同事抽了 嘎了或者心肠骤挺了 跟咱都没有关系 死不死贼人女啊 赶紧把时间互动完好下班 今天是跟上司提交方案的时间 不知道咋回事 吉尔哥的皮革情绪略显暴躁 拿着铅笔张牙不找的 而且大脖子上的青筋都冒出来了 永强有点心虚 自己赶工出来的方案 不会让领导抱走吧 好在他旁观一扫 咦 地上躺着个浑身插满铅笔的尸体 既然如此 永强放弃了不少 这下你没时间检查我作业了吧 赶紧请律师打官司去吧 画面一转 他就被皮革抛出了门外 慢慢从地上爬起来 永强这才发现 整个办公室的同事 全都跟皮革一样暴躁 大家像发现猎物一般 吼叫着朝他冲了过来 永强一闪身 躲到了角落的房间 发现一个同事 正在努力的工作着 永强问他咋回事 外面的人好像都疯了一样 见人就咬 公司财源不至于压力这么大吧 同事正在疯狂工作 没工夫打理他 让永强赶紧出现 说完继续劈里啪啦的编程 永强发现这家伙 好像也有点不对劲 正准备离开 没想到一下绊到了电源线 下一秒 同事的电脑黑了 让他从疯狂加班的状态 转变成了彻底疯狂的状态 两人扭打在一起 还好永强反应够快 一溜眼跑了 他意识到可能是 昨天那种黑色饮料的问题 只有他先撬班了没合 为了逃命 永强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其实就跟在职场混一样 假装自己非常忙碌呗 融入大家的气氛之中 这招果然奏效 他顺利的来到逃生通道 正准备离开 忽然想到了青梅竹马的朋友刘英 他还在楼上的市场部 好在刘英还算安全 正在那加班加点的工作 完全没意识到外面发生了什么 等等 这不和刚才的同事症状一样吗 仔细一瞧 果然发现刘英 再喝一罐黑色饮料 他试图把饮料拿开 却直接将刘英给引爆了 翻身就骑到永强身上 准备把他揍一顿 好在刘英只喝了半罐 情绪很快稳定下来 但又不是太稳定 一旦受到刺激 就会进入暴走魔化状态 为了避免刘英失控 永强干脆把他绑起来运走 他们本打算继续从逃上冲到撤离 不料中途碰到了魔化皮革 带领着大批小弟 没办法 他们急忙躲到了附近的储物间 在这里遇到了小印度 因为是摘月 所以小印度也没有喝饮料 这时外面传来了叫震的声音 透过门缝看去 原来是两大魔化部门相遇了 暴走财务部和狂邪市场部 魔化皮革带领着手下的财务部中魔 想要收服市场部的所有人 但身高两米 气场也有两米的范马杰克 却有不同想法 你们财务部的人 全都是一些打算盘算数字的文弱书成 哪有我们开疆拓土的市场部的人有魄力 所以这个老大还得我杰克来当 魔化皮革自然不服 双手一招丢出一颗大好头颅来 要说有魄力 谁人有我的魄力 在混乱之初 皮革已经亲手揪掉了副总裁的脑袋 走上了财务部的头把交椅 然而范马杰克微微一笑 道理咱说不清 干脆比拼内力吧 只见杰克双手一握 将饮料罐给压成了柄 随后注满内力丢向皮革 没想到皮革也是练过 轻飘飘的一把接过 随后用按劲将饮料罐捏成了手里剑 一把爆掉了范马杰克的头颅 完事后 皮革大声质问 谁敢不服 没想到市场部中人群散开 又有两员汉将走了出来 他们是一对双胞胎 正是范马杰克的同门师弟 天龙地雅 亡龙亡虎 兄弟二人的合集之处威力巨大 蛾化皮革正要出手 没想到市场部的众兄弟 苦范马杰克和天龙地雅九尾 总让他们加班 大家一合计 干脆来了个窝里哄 一起出手 将兄弟二人给活活撕碎 刚才发射那幕 可把躲起来的永强三人吓疯了 赶紧逃出去再说 他们分别试了逃城通道 乘坐电梯逃跑 可全都宣告失败 无奈只能试着使用通风管道了 但还是不行 英子的轮椅太大了 塞不进去 还是永强电脑瓜子火烦 那就杂窗逃生吧 尽管英子二人吉利阻止 结果还是晚了一步 整栋大楼升起了防暴模式 这是怎么回事 一个破公司 怎么搞这么严密的防护等级 英子和小印度的白眼都要翻出来了 不是吧 上班的第一天就提醒了 咱们的公司是武器生产公司 必须做到全防卫的紧急防御 什么 咱们公司是武器公司吗 这还是永强第一次知道 一直在权一权一的摸鱼 谁知道是干嘛的呀 这下可好了 想出去是不可能了 外面的人想进来也没办法 除非去五楼找总裁拿阁 他要打开防护装置的密码 尽管外面的同事已经杀红了眼 可是他们也不得不走上一遭了 好在混水墨鱼大法依旧好使 他们假装自己也疯狂也暴躁 竟然就这么混了出去 只不过 拦路的魔化老太婆可不好糊弄 他作为总裁的秘书三十年 什么样的人马上能看得清清楚楚 他的叫阵口号是 哼 能糊弄得了别人 糊弄不了我 说吧 他一下摔摔杯子 气势凶生的走了过来 现在已经不是讲 尊老挨幼的时候了 永强抄起花盆就砸了过去 老太太古致疏松 一下就晕了 三人正要往前走 忽然觉得气氛不对 老太太怎么没了 根本来不及反应 老太已经神不知鬼不觉 来到了小印度的身后 幸亏老人家戴的是假牙 咬不动人 否则小印度也得变异 闯过这一关 又来到下一关 印度人力资源部 这里盘踞了一群战力恐怖的文化女人 老年危机的秃桑正抱着东西准备下班 原来被开除的人就是他 稀里糊涂的秃桑进入魔女地盘 在看到地上的尸体后 忍不住惊呼一声 这下可暴露了他正常人的身份 瞬间被大指甲盖子挠的咫压连嘴 关键时刻 永强利用广播吸引人群的注意力 试图忽悠魔女们去找皮革等人的麻烦 这叫两虎相争 必有一伤 可没想到话说的有点多了 不小心暴露了行踪 引来杀身之祸 魔女们将目光锁定到了三人身上 好在刘英集中生智 他深刻了解女人身上的缺点 三女人行必有八卦 于是刘英开始各种挑拨离间 女同事们之间的关系 谁说谁的男朋友贼楼 谁说谁家的小孩贼丑 还有谁说谁的鞋子不好看 总之将所有女人们的仇恨 都给缠绕上了 这招就叫智取巍巍山 闯过了这一关 还有下一关 下一关就是观众之关 超级难关 人人闻风丧胆的客服部 大家应该都知道 客服部的人平时活得有多么压抑 面对客服的投诉 低声下气 这回喝了神药之后 彻底放飞自我 他们恐怕比任何部门的人 都要狂躁十倍往上 骷髅若领 排骨如鳞 人头发会成沾片 人皮肉烂做泥沉 这都是用来形容如今的客服部的 换做之前 鹰子还能淡定 躺在轮椅上 足以搞定一切 但面对客服的全魔 他也忍不住要抄起家伙了 起战之前 大家先来到杂物间武装自己 各种防御装备 护甲乃勒的佩戴齐全 大战一触即发 好消息是客服部 众人魔化之后的战斗力太强 至今还没有选举出老大 全都各自为战 突桑也离惊人 一眼就看出了 客服部魔化程度最高的一个 如果让他进击成功 势必会成为众人大敌 突桑悄悄靠近 一刀斩杀 军事流营也释放了浑身潜力 用出狂暴诸葛亮形态 疯狂斩杀魔人 只有小印度因为信仰的缘故 不肯对魔人下死手 好在他足够幸运 有几个魔人主动来送人头 关键时刻 他发现有人要杀掉永强 终于鼓起勇气 抄起斧子 将永强身上的正常人 给劈死了 怎么是正常人呢 原来这家伙也没喝过饮料 在看到永强几人后 躲起来的他 跑出来提醒永强 千万别喝饮料 你们快跟我走 结果就发生了悲剧 小印度以为这也是个魔人 一斧头就给劈了 好在永强知道他是好心 担心小印度接受不了现实 所以没告诉他真相 一番血战过后 克服不拿下 他们终于来到了第五层 然而该死的总裁 不论怎么说 就是不开门 外面沙翻天了也没关系 反正屋里面有吃的也有喝的 等你们全死了 我再收拾残局 哈哈哈哈 然而意外来的非常意外 清洁工从办公室的侧面 走了出来 四人果断溜了进去 在永强的威逼下 总裁终于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那个黑色饮料 是专门给士兵 提升战斗力的功能性饮料 可以让他们在战场上 不知疲倦 只不过第一批 产生了严重的副作用 被退回了总公司 至于怎么被员工给喝了 咱就不知道了 而此时 皮革带着一票手下 来到门外威胁总裁 让他打开公司防护罩 我们所有人去征服世界 就不撒掉你了 可是被总裁直接拒绝 害怕不了一点 俺的办公室 由十厘米的钛合金打造 大炮轰都轰不开 你们一群人有什么用 可门外的皮革却告诉他 钛合金不了一点 十厘米不了一点 这个预算是他做的 只有门是合金的 别的钱都被我揣兜里拉 你个大傻叉 一声令下 兄弟们开始砸墙 果然如此 一锤子下去 抢上一个窟窿 不到片刻 一群魔人冲了进来 好在总裁手里还有枪 但魔人们根本就不怕死 总裁只坚持住了一边 就被皮革将手掌劈了下来 这下可好了 至于永强几人 永强赶紧表示 这个B班他早就不想上了 不想和这个公司有一点关系 你们想干嘛就干嘛 别管我们 可惜皮革并没有薪资手软 吩咐手下干掉几人 好在永强一把抢过来总裁的枪 用最后一颗子弹 干掉了所有人 刘盈的身体坚持不住了 马上就要彻底谋化 永强背着他来到研发部的办公室 找到了博士阿华 他告诉永强 鹰子只喝了半瓶 还能趁热 不是还能救回来 而制造解药的原料就位于仓库的货架上 不过坏消息是 仓库已经被魔人们占领了 他们试图将魔坏颐料发往世界各地 咱们数据简短 一场大战不可避免 为了拯救鹰子 永强也顾不得同事情异了 正好他们所在的武器公司 根本不缺少武器 看着蜂蜜而来的魔人 永强丢出了两个地雷 喂不应该是手雷吗 丢地雷有个毛用啊 魔人不是丧尸 不往地雷上踩 好在小印度掏出了喷火枪 这火没地也太快了吧 算了别搞那么多花活了 还是机关枪最过瘾 一顿突突突将魔人们全送去了西北 他们也顺利找到了装药的箱子 永强爬上货架 拿到一瓶解药 没想到皮革搞到了一副很威猛的装甲 强大的火力压得二人喘不过气 永强只能让小印度先去楼上送药 自己留下来吸引火力 疯狂走位躲避皮革的攻击 终于鹰子和小印度赶了过来 三人将皮革引出仓库 还记得最开始的大块地雷吗 谁都看得见 谁都不踩 但别忘了机甲存在世界盲区 皮革看不见 伴随着剧烈的轰炸声 皮革的机甲和整栋大楼 全都被炸成了渣渣 从此以后 永强六江还有小印度 过上了没秀没少的幸福生活 本片就完了